卡卡才刚刚离开了台湾 想不到现在竟然爆出了争议 而且还是跟政治有关 原来在网站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留言 好像显示他大力支持台独 在小怪兽架设的留言板上面还留言呢 那因为有一位网友说呢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看到这样的一个留言之后呢 有一个人他是申请了一个账号 是用卡卡的本名 他就回复说 他认为台湾绝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很多小怪兽看到这样的留言 还大力称赞认为女神真的是非常的 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尊敬 只不过后来才发现到 这个账号恐怕又是网友冒名申请的 因此绝对不是女神的留言 几天前Lady Gaga才在演唱会上 把台湾加入开场白当中 但现在却爆出卡卡好像太爱台湾了 甚至公开表示要支持台独 小怪兽为卡卡成立的网站上 两天前突然有位网友留言 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后来就有一个疑似卡卡本人回复 在我心中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小怪兽看到女神这么支持台独 拼命按赞 称赞她真的是偶像 甚至说她比台湾总统还要勇敢 但是后来这位疑似卡卡的网友出面道歉 其实只是借用本名申请账号 完全是乌龙一场啦 卡卡四号离开台湾 黄色头饰配上大墨镜 你可能没发现 其实里面的白色衬衣 正是台湾名设计师的品牌 不过这原本是件短洋装的衬衣 卡卡却单独搭配内搭裤 标准卡卡作风 也难怪她的穿衣风格 常常成为焦点 居然是为台北做不到